Om Guru Lanshan Siddhi Om Om Guru Lanshan Siddhi Om 然后我们再谈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佛教的教主。佛陀的一生啊,完全都是弘扬佛法。 把自己开悟的,心中所领会的,自己修行的经过,完全讲经说法。 这样子过一生,过一生。 那么第一个转法轮的地方就是陆野宴。陆野宴就是距离这个瓦拉拉西很近的一个地方。 所有八大圣地里面,我认为这个陆野宴,它的周围环境整理得很好。看起来很清脆的。佛陀在那里是初转法轮。 就是在那边度无比丘的地方,讲这个苦及灭道的地方。 从那里开始弘扬佛法开始,整个佛陀的一生啊,在八大圣地里面啊,都是在说法。 都是在说法。 今天啊,大家都是金刚上师,或者是法师。 其实啊,大家本身啊,都是在喝胆的如来的这个圣教的事业。 也是肩膀上砍的啊,就是弘扬佛法的责任。 我们学习这个佛陀的精神啊,就是学习他一生当中啊,这个喝胆这个如来的圣教的事业。 我们得到他的传承啊,佛的传承。 也一样啊,要跟佛一样的,那种精神。 做救度众生啊,这个就是什么?自觉啊,觉他,也是自立立他。 那么我在陆野宴啊,我讲过了,我们在那边做仪式的时候啊, 很恭敬的礼拜这个佛塔,礼拜佛塔。 在那个时候啊,在一个很深禅定里面啊,这个如是尊啊,看到佛眼,佛的眼睛。 真实的看到佛眼,而且还看到眼珠啊,这个左右移动,向左向右移动。 我那时候啊,我那时候啊,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佛眼啊,在这里,他平时他就是在观照众生,在观察,在放光,在普照众生的心。 佛陀本身的智啊,他的本身的移智啊,移下来的志愿啊,应该由我们来承担的。 所有的金刚上师,法师都承担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志愿。 要每一时每一刻都不能忘的,一时一刻都不可以忘。 回来以后啊,我看到佛眼了,那么回来以后,我看那个大唐西异记,啊,大唐西异记,谈到这个鹿野宴。 原来那个佛陀是叫什么名字啊?我本来不知道的。 那个佛陀的名字啊,叫做法眼陀。 法眼陀,就是眼睛的眼。 我在鹿野宴啊,我不知道那个陀就是法眼陀,不知道的。 我也是很坦白的人,我知道就讲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鹿野宴那个塔叫什么塔?我不知道,只知道它是一个塔,叫做stuba。 stuba就是塔,不是stube,stuba就是塔,舍利塔。 那么我们不知道啊,就在那里就摆上这个点上啊,一千支的蜡烛。 一千,千支的蜡烛。 还买了很多的贡品啊,发香灯茶果。 什么啊?很多饼干,很多东西,供养。 我们在那边念,念经,念战,恭敬礼拜,禅定。 诶,既然显出佛眼珠来让你看。 非常的清楚,而且眼珠子在转动都清清楚楚的,眼珠这样子转动。 我到今天啊,到了今天啊,我看大唐西遗迹,看到这个鹿野宴,记载鹿野宴的时候,看看。 啊?啊,那个stuba叫做法眼塔,法眼?法眼不是佛眼吗?等于是佛眼吗? 这个就是什么样子?就是香音,香音。 历史上文献上记载,那个舍利塔就叫做法眼塔。 而我就是在那个塔,看到佛眼。 事先我不知道那时候叫做法眼塔。 事后我才知道,哎呀,是法眼塔。 那我看到的眼就是很真实不信,就是很真实的。 这个就是香音。 这个真的佛本身的佛眼。 他一直看着我们,观照我们。 所以我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佛陀, 时时在观照众生。 他派了很多的圣者啊,他派了很多的圣者啊,到沙伯世界来度众生。 他并没有涅槃啊,佛眼还在啊,怎么有涅槃呢? 他这不入涅槃,释迦牟尼佛不入涅槃。 他的佛眼还是在观照众生,没有涅槃。 所以很多的法师啊,这个仁波切啊,以为释迦牟尼佛啊, 两千五百多年前早就涅槃啊,不会再出来了。 结果佛眼还在啊。 这个就是证明啊,佛陀本身啊,不入涅槃。 他仍然在度众生。 他的这个度众生的单子啊,交在我们的手上。 不可以讲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了。 因为我明明看到佛眼的嘛,我就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啊,正正明的。 不只是如此哦。 佛眼旁边啊,还有看到很多穿白衣的,穿红衣的, 穿了很多各种颜色的这个啊,真人,这个出家人,声纹。 很多的出家圣众,一起下降的,一起来的。 可见啊,这些圣众啊,本身也是佛陀本身啊,希望他们在撒泊世界多度一些众生。 能够把这个佛法传遍整个全世界。 这个可以讲就是我们啊,这个金刚上师跟所有法师的一种志业。 志业。 我们在撒泊世界啊,不求什么? 最主要是弘扬佛法,跟佛陀一样。 然后烦恼啊,给他解脱。 啊,自己本身的烦恼解脱啊,众生的烦恼解脱。 把人间啊,变成啊,这个人间的乐土。 能够这样子的话啊,这个整个世界啊,才会清净。 才是乐土,才是极乐。 啊,才真正是佛本身的这个旨意,才能够复合。 那么佛教呢,才能够啊,真正的,这个永远的这个,啊,兴盛,永远的兴盛。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